委託書公務人員正前法康地執 改議官政府正方出價人力法典所 基盤默政專案法規選擇 中各該主管班 邀請改議官警察局、消防局、環保局定單位 以及查期不法業務的主管財務 就由不一樣的抗改交流 計劃得完的觀點 由改議台風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金星江修 依清掃獎藝白的方式 更改 機關查期不法 与部人員的清徒關稅登錄選擇 分析組合在公佈問人這幾天 既傳不同的修正財務 因編應修清徒關稅登錄室 建立優質公務環境 當時進行區變道理跟辨明選擇 透過案例分析道理跟辨明的介紹 和上官政府已經了解更做分析 那大家知道實際上一般的鄉親 來縣政府處理事情 大概都是先站在禮跟法的角度 禮跟請的角度 希望可以在法可以允許 能夠去做處理 那公務人員基本上是站在法的角度 來兼顧請禮 所以這裡面原本就有很大的 這種所謂的協調跟衝突性 那不管怎麼樣 公務系統還是依法行政 但是公務系統對法的認知 那到底夠不夠強 那或者在這個對法的認知裡面 那是不是他的所有的這些靈活性 跟所有的這些法的理解 有助於他到底有沒有自信 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在公務系統裡面 法制的教育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鄭峰處 特別請檢察官來針對公務人員 經常會碰到的問題 來跟大家上課 透過這個上課裡面 可以讓公務人員對法的深入了解 那越了解的越清楚 他們在所謂的處理相親的事情 那我想就會有更大的一個信心 那到底可不可以 那會給自己啊 會有很大的這樣的一個 更多的思考 所以我們鄭峰處 透過舉辦這樣的法制教育 我們希望可以充實我們公務人員 那未來再處理任何老百姓的事情 然後能夠更有信心的 站在法的角度 怎麼樣兼顧情理 那我想這個是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反正我將來表示 很多人在柴崎伯伯伯的時候 經常看到民眾以情理並意求情 那是看到這種關稅的狀況 在影響行政 會變成阻止違反民眾的陶器心態 甚至低屬柴崎伯伯伯也涉及違反 希望透過今天的確定 和相關政府高留下室 另外慎用行政拆留立不違反 創作政府和人民想贏的協賓 聲音仙博恩中來行 跟一關彩虹報登 你過馬路怎麼穿到這樣 你不知道 現在過馬路很危險 馬路如虎口 這樣很安全 不必啦 現在過馬路 如果沒力量行人有加重罰則 現在變得很安全 你放心啦 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樣我就要過了 好 不錯喔 我們現在就是要遞讓行人 台灣現在很多你看 過馬路不敢過 你看車來就會怕 所以我們是人讓車 那現在台灣要整個要改變 我們原本就是應該車要讓人 對啊 所以現在台灣要較重處罰了 如果你沒有讓人的話 那你的罰款會很重 大家不用怕 現在要過馬路了 不管你是塞車還是騎摩托車 一定要扭 怕路的人生過 那不然 會加重罰款的罰錢 所以現在政府很重是這個 所以所有塞車騎摩托車的人 看到行人要過馬路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